第四集 上集中 曼达洛从卡坦口中得知 前决第五是 阿索卡在位于乌鸦星座的森林星球上 两人一路乘着补停 罗着补停的飞船向着远方飞去 可是海鲜市场的修理工的确不咋样 曼达洛和小绿人试图修理着 伤痕累累的刀锋之巅 可惜的是 小绿最拿手的是吃青蛙蛋 修理并不是他的强项 他将舱内搞得火光四射 焦烟四散 无奈之下 曼达洛只能去找几位老友 抢修一下这破烂不堪的飞船 两人向着内瓦尔飞去 刚下飞船 老友卡拉和格里夫就迎了上来 既然把小绿安排在新建的学校 看着小朋友手中的马卡龙 这个吃货不禁又咽起了口水 自从赶走了帝国的士兵 这里又变得一片欣欣向荣 然而这里唯一的隐患 便是帝国已留下的旧基地 只有解决掉这个基地 内瓦尔才能彻底安全 两人请求能得到曼达洛的帮助 几人开着飞艇来到破旧的基地 他们打算排空反应堆里的冷却剂 这样只需几分钟 基地便能被彻底摧毁 本以为这个基地已经被废弃 结果却发现这里还有大量的帝国士兵驻守 解决掉几个守卫 来到反应堆的控制台 一切如计划般顺利 排空了冷却季后 几人转身向外撤离 然而无意中 他们发现这里并非作战用途的军事基地 而是帝国的秘密实验室 在通讯记录中 他们得知星际总督基迪恩并没有死 虽然战机坠毁 但他仍侥幸逃生 这时 风暴兵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包抄过来 曼达罗身上背着火箭喷射器 所以先行撤退 其余的人且战且退 好在平台上停着一辆运兵船 后面的追兵越来越多 顾不上许多 卡拉驾驶着运兵船 从高高的山坡上冲了下去 好在这个体皮盒子够结实 风暴兵仍骑着摩托紧紧跟在身后 几人有惊无险地摆脱了几个摩托兵 此时的基地也轰然坍塌 就在庆幸任务顺利完成时 几架战机尾随而至 峡谷内煞时间激光四射 乱世飞舞 就在运兵船被锁定的瞬间 曼达罗驾驶的刀锋之巅 及时赶到 有了这个大杀器 剩下的几架飞机自然不是对手 几个漂亮的风滚后 迪姬纷纷被曼达罗击落 来不及庆祝短暂的胜利 曼达罗要的吉迪恩反应过来前上路 就在他带着小绿离开后 新共和国的调查员找到了格里夫和卡拉 基地的爆炸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三言两语的应付下 调查员总算放弃了对刀锋之巅的追查 而此时一艘巨大的悲传 正悄然地关注着这里发生的一切 曼达罗驾驶的刀锋之巅 已经被秘密地安装了追踪器 而这一切的幕后正是吉迪恩 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小绿的追踪 似乎一场密谋已久的阴谋 正在慢慢展开 让我们期待下集精彩的内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 请多多点击右下方的订阅 你的支持 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